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不是 这医疗法放的是停留在身体里不需要的氧气 为什么要放走身体里的氧气呢 接下来小万就来和你们好好分享一下 氧是生命之源 人体离不开氧 这是常识 现在很多重病人都必须用氧气瓶给他吸氧来救治 老百姓认为吸氧很好的 很多人天不亮就起来围着树木吸氧可以理解 但他们吸的是空气 不是纯氧 所以不会致命的 但你知道吸氧过头了也会中毒吗 病人吸氧的时间和数量要控制好 否则同样要死人的 人体细胞的放电量是一亿分之一度 人体有70亿个细胞 有的书上记载是100亿细胞 数字不重要 我们以100亿个细胞进行计算 100亿乘亿分之一度 等于百万分之一度 也就是说人体在百万个小时内才用掉一度电 也就是41500天用掉一度电 令人震惊的是 或许你的一生还用不了一度电 而你的体温却可以保持在37度 不觉得奇怪吗 这时我们就应该想到磁场了 生命就是在宇宙的磁场中产生的 我们人体就是磁场 也就具有磁共振运动 磁共振运动决定了每一个细胞的功能与存在形式 自然也决定了人的功能与存在形式 关键是 人体细胞放电往哪里放 而且氢和氧结合也会放电 每一个原子都会放电 一个细胞内的原子数量可以达到700万个 这是什么概念 人体原子总量为700万乘100亿 当于7亿亿 真的让它们自由地放人体自然是绝对的 所以需要一种限制它们的东西 就是水 一个流动的水 我们知道电在水里运动可以使水温提高 因此人体虽然放电量很微弱 提高水的温度还是可以的 人体的水不是纯水 而是运输的运载工具 将各种元素运送各个器官 肌肉 皮肤 骨头等地方去 到细胞内就被分解 放弃疗法病理是什么 首先来说说细胞学 细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重要的有脱氧核糖核酸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DNA或染色体 还有细胞器 当你熟悉细胞时 它的能力就会超乎你的想象 在一秒钟内 它可以分解化合物 比如心肌细胞 它需要木元素 钛元素 它就会从血液中将氧化木 氧化钛吸收进来 留下木 钛元素后 又将氧元素清理出细胞外 把需要的留下 把不需要的氧原子提出细胞外 这些过程都是在一秒钟内完成 完整地说 细胞内除了DNA需要少量的氧原子外 细胞不再需要多余的氧原子 要强调的是 所有器官所需要的元素 细胞有严密的选择能力 这些能力都来自于 整个人体细胞的磁共振运动 那么为什么一定是一秒呢 这就跟心脏的血液流动的时间有关了 心脏以每秒一米的速度 向动脉血管挤出去 血液流动的终点是具体的细胞群 如心、肝、肺、肾、皮肤、大肠、小肠、胰腺、皮脏、大脑等等各个器官 也就是细胞群 比如肝就是肝细胞群 心就是心细胞群 这些细胞群都有动脉血管网包裹着 心脏将血液送出去 任务就完成了 这些细胞群的细胞就在一秒钟内 将自己需要的原子吸纳进来 将氧原子踢出去 回到细胞缝里来 对于肝来说 主要需要铁元素 细胞就开个孔子 把氧化铁弄进来 分解后把氧原子再放出来回到缝里去 这时候所有的细胞群的缝隙里充满了氧原子 肝细胞有一亿个 那就放出一亿个氧原子来 可见全身组织细胞将放出一百亿个氧原子来 这一百亿个氧原子必须由淋巴 绷到静脉血管里来 送到肺 时间为一秒钟 不然会影响你的呼吸 关键是后一秒又是一百亿个氧原子 从静脉血管送到肺 这就是你的第二口呼吸 肺完成不了任务 你就有可能得肺七种 肺纤维化等等疾病 再发个烧 你就是急性肺炎了 那么身体是怎么处理这些氧原子的呢 刚才说到动脉血管网所出去的血液里 由于细胞的化学分解作用和选择 充满了氧原子 我们很庆幸 有动脉网的地方就会有静脉网 几乎长度都一样 也就是告诉我们静脉网要完成动脉网无法完成的工作 就是将细胞缝里充满了氧原子的血液 抽到或蹦进静脉血管中来 人体中又依靠什么来抽吸呢 靠的是淋巴 而我们普遍认为淋巴是排毒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 往哪里排 淋巴是静脉血管中的一小段网状结构的血管 它可以张开收拢 它的节奏与动脉一致 一收一放 具体的说就好比蹦 将血液抽到静脉血管中来 以每秒一米的速度回到肺 充满氧原子的血液通过静脉血管来到了肺 肺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静脉血管中的氧原子 与肺中的碳原子产生化合反应 成为二氧化碳或少数的一氧化碳 从我们的呼吸道的嘴和鼻放出体外 时间也是一秒钟 肺有肺泡 大大小小的你也数不清 为什么会有肺泡 那么多的肺泡可以将人体八公斤左右的血液 分割成N份 进行分割化合与分解 这速度就快了 好比八公斤芝麻与土的混合物 人越多分离越快是一个道理 血液进入N个肺泡中 氧原子与肺泡里的碳原子化合成二氧化碳 从呼吸道排出体外 一秒就清理完成 然后进入肺动脉 血液由肺动脉流向心脏 随后进入心房心室 由心脏动脉往全身而去 再开始血液循环 一个循环的时间只能在一秒钟内完成 否则你有病了 那么多余氧气滞留在身体里会有什么后果 氧原子与绝大多数元素原子起化合反应 而且三个氧原子团为化学中的酸根 如碳酸具有腐蚀性 人体某个地方氧原子积累起来就麻烦了 与细胞里任何一种元素可以起反应 而成为结晶体 最普遍的就是与骨头中的钙原子化合成氧化钙 粘附在骨头上 也可以叫骨质增生 骨刺骨质疏松症 骨质增生覆盖在骨头上面 已经影响了肢体的活动 如颈椎骨质增生 脑袋转动有障碍感 伴有头晕头疼症状 骨刺只是一个点 很小范围 摸摸如根刺 很疼 生骨刺部位会有麻木触痛感 因为凡是神经都会与骨头有牵连 一粒小小的骨刺都会阻碍神经传导 以至于产生麻酸疼的感觉 如神经麻木 疼痛 行动不便 肌肉硬化 血管被挤压狭窄 肿胀 钙化 脊椎僵直 头痛头晕等等疾病 骨质疏松症 氧化钙覆盖面大 用磁共振检测仪检测 骨头的表面疏松状 如骨骨头坏死 就是骨骨上氧化钙 严重地阻碍了血液流通 氧原子留在了肝里 会引起肝肿大 肝硬化 以至于肝肿瘤 气体在脏腑内滞流 就如皇帝内经所说 气于智 病于气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任何一个器官 结果是一样的 如膝盖瘀气 就是关节炎 肝脏瘀气 就是肝硬化 心肌瘀气就是心脏病 胃瘀气就是胃病等等 包括肿瘤癌症 都是因为养原子的化学反应 引起细胞病变 这时候最可怕的是发烧 因为酸根具有极强的腐性 体内白血球升高 表示炎症严重了 你可以明白了 放弃疗法是当今最伟大 也是最简单的治疗方法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